唐纳文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今夏雷霆大刀阔斧的重组阵容 组成宏洞联盟的CPR连线 但开机至今似乎雷声大于点小 他们仅以八省十一副排在西部第十名 对此雷霆教头唐纳文 Villette de Novoin在受访时表示 战绩不如预期是他该负责的 谈到雷霆低迷的近况 唐纳文说 我会为这件事负起责任 进攻方面 我们阵中的主力和他们以前呆的球队相比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让他们适应 并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我正致力于创造好的防守体系 因为拥有正确防守基础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唐纳文同时也在受访时谈到 球员们应该需要多多发起对篮筐的冲击 我们在游戏区的得分相较于前两个赛季有所下降 而那一项是我们进攻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禁区的投篮会是高命中率的出手选择 同时还可以制造身体接触来争取犯规 而我们需要更多走上罚球线的机会